這個是什麼 我們剛才說一下 本身就是二萬會鬧 今天應該是這個 我們應該算一下總象 因為假期完結之後 假期最後一天 究竟現在你只是在香港 你是不是復償 你看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你現在的外地旅客有多少人來香港 現在究竟有多少人來香港 例如入境的次數來講 入境人次 如果你看回入境處 最後一天4.2萬 入境處的數據來看 入境的人次 是比較多 是多於出境的 但是 絕大部份的人 都是經過這個 中港的 口岸去做進出 如果你看回 例如機場的出入境人次 那你在這個 47萬裡面 只有5萬4人 就用機場入境 大概佔大約 百分之1左右 至於這個 入境 入境都是差不多 這樣的比例 如果你說國口岸來講 21萬 那你相對於 中港口岸 大灣區客 這些叫做 大灣區是21萬 但你剛才說機場有多少 機場 10萬都不夠 機場沒有啊 機場入境的 大概5萬4 5萬4 入境5萬4 出境4萬6 OK 那就是差不多 但是你說 要量度 究竟現在 那些外地旅客 國際旅客 會不會回來 高質量的旅客 會不會回來 那你就起碼會看機場 那現在你說 主要 你只是說 中港口岸 你說香港邊境 綠路邊境來講 都是來自大灣區 應該佔一半有多 如果這樣算的話 我想超過八成 我是說 入境人次 47萬 47萬人 其中 11萬 2000 就是在羅湖 8萬 就是在 洛馬州 6萬 就是 港珠澳 深圳灣 也有 5萬 那你就加 一條數 鄉原圍 也有 2萬 大概 二十萬 二十萬 二十六萬 二十六萬 三十一萬 起碼三十一萬 的人 佔了大概 超過一半 我想七成左右 都是這些 中港關口 進來的客人 那你自己看一條數 嗯嗯嗯 那好了 現在呢 除了你看這些數字之外 你說主要都是 中港 就是邊境 大灣區旅客之外 那你究竟現在 零售業 或者飲食業 那個狀況如何 飲食業 剛剛就有人 叫救命 那個就是王家和 王家和 什麼呢 就是香港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 王家和 他說 他說 清明和復活節長假 原來一共 有一百四十萬的人次 離開香港 都很多 每六個有一個人 離開了香港 我認識不少 留在香港的朋友 他們都不管機票 究竟有多貴 總之都去了台灣和日本 甚至 摺到上來 我去澳門都不想留在香港 嗯 這麼慘 他就說 其實這次很重要 第一次 應該是第一次的長假期 尤其是開放了邊境之後 他就說 入境的旅客 沒有商界預料班那麼多 他說 過往長假較近那兩個月 生意額 還要下跌了近二十個百分比 他說 預期香港已經損失了五十個百分比 內地旅客 這真是嚴重 變了近來 那些在微博 在什麼小紅書 裡面唱衰香港 那些這樣的帖 好像是反映了內地旅客的民意 又說連繁體字也不會看 最瘋狂的就是 為什麼屢次用坐廁 就說屎坑幾百個屎婦坐過 接受不了 真的沒有什麼 找事來講的 你說這麼嚴重 習近平在廣州招呼麥克龍的時候 不用特地遷就他 就找一個坐廁來招呼他 他就說 香港損失了五十個百分比 內地旅客 我覺得很誇張 因為其實過往來講 如果你用 疫情的數據來看的話 香港主要來香港的旅客人次來講 總共有六千萬 以18、19年看 每年有超過六千萬的旅客來香港 而當中的數字 有超過九成是大陸人 正正因為你絕大比例的旅客 是來自於大陸 而你現在最大的客源 損失了五十個百分比 你真的回復 永遠回不去 如果這樣看的話 還有我講以前的大陸客 是故意下來香港 現金買樓 或者是大規模現金 這樣掃手息 今時今日是沒有這些 因為大陸那邊 除了是說低端的 就有微信、微博、小紅書 唱衰香港 高端的 其實他們都在談一件事 叫潤學 就是說 我不如儲多兩個錢 做資產轉移 做移民 現在是不空去旅遊 是說最窮最窮的人 才會下來香港 即是兩大因素 第一 就是大陸人 外遊的人次已經少了 第二 即使是願意出國的大陸人 也好 原來其實已經是 非常之 上來的人 已經比之前少很多 是的 我想也都是 你也有一些客人 可能是成功打擊了 水客那些 水客那些 現在好像水貨 沒有這麼猖獗 其實那裡是好事 你少一些水客 因為我們又好像聽少了上水 那些水客 怎樣猖獗 那些東西 因為大都會多了 是那幫水客都怕被人搶 對 現在總體感覺 其實你香港都冷清了 就算有 現在就算聽到有投訴 都主要是過往 那些 那些低價團 那些地方 都是土瓜灣 紅磡這些 但如果你說出到市區 來說 都沒有以前 那麼誇張 那麼多 阿規英央都報料給我們聽 說中環這幾天都沒有人 是的 那些旅客 原來除了那些低價團之外 正常人都很少過來 那些名店 又或者我們看柏例大道 那些地方 以往 九龍公園外 白色的那棟 全部都是名店 我記得 還要戴口罩 那時候 就變成肥仔開倉 但今時今日 我想肥仔開倉 應該被人趕走了 但是 那些名店回來後 看起來就沒有了 嗯 那其實 以往來說 就算 我們一看 2019年的時候 信報 李兆波都寫過 其實在香港的旅遊 非常不健康 雖然 帳面上 每年說 有六千萬人次來香港 但六千萬人次 其實絕大部分 都是大陸人 如果你撇除這些 國內的旅客 來計算 即是十大旅客 即是全球十大 受國際旅客 歡迎的地方 來計算 香港是十大不入 即是 頭十大是哪些 法國 西班牙 美國 中國 意大利 墨西哥 英國 土耳其 德國 接著就是泰國 香港是十大不入 但如果你計算大陸的五千多萬 那就是第一 聯合國 世界 旅遊組織 是不計算的 所以 這些是虛火 而且 你做這些 大陸客 你還要是 低質旅客 Crowding out effect 你趕走了 其他高質的客 是啊 當時 香港 當時的旅遊生態 都非常不健康 即是說 購物不是旅遊 即是旅遊的主要活動 就不應該是購物 即是如果你只是購物去 鞠客的話 那這些人是未必會回來的 嗯 即是他可以代購 好了 接著 你現在 最糟糕 就是你現在你外地客 大陸客 雙雙下跌的時候 是連香港人都留不住在香港 你問一下 其實 曾俊華剛才說的生活模式 是否可以保持以往 喂 大哥